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所以今天拍这个视频是因为我刚刚参加了鼎层团队的珍珠计划 其中一个项目就是我们所有家房 说到今天的家房话 我觉得有一些感触 因为每个家庭都有每个故事 有些是父母离异 有些是父母有其中一方是已经不在了 或者甚至生病了 而导致到家庭的收入 最重要的是家庭的环境受影响 大多数都是男性家庭 老婆不在了 然后妈妈要撑起这个家 然后要给小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 那我也体会到 当在一个这样的家庭成长 不是有的选择的情况下 最可怜的是这些儿童小孩 所以我们的这个卵竹精的基金 可以帮他们有一个健康的教育 让他们有受到更好的教育 因为这个活动 虽然真的是用我们的一天的时间 但是至少我们能体会到每个家庭 因为我们不是给我给我 我们真的是有去到他们的家庭 去了解到他们 然后他们的状况 然后其实 这个是蛮有意义 只能用体会去体会哦 整个过程里面 我觉得学到得到东西的是我们自己本身 看到了很多 然后也觉得蛮感触的 其实这个家庭 不只是我们会学到故事故 而且会看到人生 每个人生的阶段 有起有弱 有家庭 有爱 在参加家房之前呢 我就觉得说基金会 只是把每个月的钱捐出去 然后去助养一个小孩 一个儿童 然后让他们有输赌 那今天我就发现到这个钱 我们不只是给 不是来给他们生活费的 反而是给他们教育费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这个钱呢 我们拨出来呢 捐出来给他们的家庭呢 是来给学校 给把这个钱负债哦 有关系到教育的 比如说补习啦 去学校交通的费用啦 还有在学校的饮食费用 那最重要呢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还可以好像去 教导到他们的孩子 或者他们家庭有一些积极的想法 这样的话就 就帮人咯 在帮人之间 又可以把他们的家庭 可能提升多一些咯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我们讲很好的那个 一个活动嘛 虽然是 之前我是认为一个150-140 就觉得比较 不能帮到什么 其实 看到的是 其实他们都 对他们来说 其实是 都帮到他们 有很大的一个帮忙 很大的忙啊 对他们 所以 我们大家可以多多的 支持 这个活动 然后都会多参与 所以我呼吁大家 一定要来 一起来做家房 一起来支持我们顶层的 慈善珍珠计划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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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